拜登作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他手上有很多种手段制德州 其中 摆在台面上的措施之一 是降德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 也就是没收德州的军事力量 当德州失去了拳头 自然无力对抗联邦政府 对此 1月30日 据观察者网报道 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再次发出警告 称 如果拜登将德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 那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阿伯特认为拜登应该不会这样做 但是未来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阿伯特称德州已经做好了准备 以防止拜登犯这样的错误 美国国民警卫队不受联邦政府管辖 直接归于州政府领导 但是根据美国法律规定 美国总统有权将美国各州的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收归自己 这一行为被称为联邦化 1957年 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浩·威尔 将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 以确保小时城九名高中生 安全进入废除种族隔离的高中 1963年 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 将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 允许黑人学生注册进入阿拉巴马大学 那么 拜登也可以依据法律 将德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 拆除德州修建的边境屏障 允许移民不受限制涌入 在德州州长阿伯特发出警告的背景下 拜登会这样做吗 第一 德州与联邦政府的对峙升级后 有高达25个州支持德克萨斯州 其中部分州考虑派遣 本州国民警卫队支援德州 如果拜登将德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 这25个州很可能会付诸行动 向德州派遣本州国民警卫队 到时拜登该如何应对 如果拜登继续强硬 那距离美国内战也就不远了 第二 外部势力可能会趁机介入局势 近期 美国退伍军人诺克蒂斯·德雷文表示 如果自己掌控德克萨斯州 将会热情地欢迎俄罗斯的参与 这名退伍军人并不是德州高官 无法影响德州的决策 但是要知道 德州对抗拜登政府的筹码很少 德州要捍卫自身的利益 台面上的选项之一 就是引入外部势力 这样才有更多的筹码 来抗衡拜登政府 所以 不要认为俄罗斯没有介入 德州局势的可能 只要拜登走错一步 就会给俄罗斯留下机会 从地图上来看 德州位于美国最南部 与墨西哥接壤 如果德州局势变天了 外部势力可以通过墨西哥 向德州运输武器装备 就像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那样 当然 从现阶段来看 德州不可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但不意味着未来不可能 如果美国国力继续衰落下去 以及德州与联邦政府的矛盾 不可调和 德州就存在武装独立的可能性 不可能成为三个乌克兰的